妳開車有夠快的你知道嗎 我開車很快啊 我嚇死了 我每次坐妳的車 我都會很緊張 閃尿 妳知道他開車多快嗎 多快 120嗎 他是可以跟人家這麼簡單 不快要送妳 然後走 所以妳會進步 計程車開嗎 計程車開嗎 好喜歡啊 對 這樣嗎 我覺得有開車很安全啊 會嗎 爆發圖是怎樣 不會啊 很恐怖 所以我跟你講 不要再騎士女性了好不好 就是在路上開車慢的 或是開車招得不見得是女生 真的 馬路上有各式各樣的人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檢測一下 大家一定是要有這個駕照 才能上路安全第一 但是有時候 你的駕照 是駕腿換來 對不對 對啊 今天我們要歡迎 自稱優良 駕駛雞腿 換不了駕照的 聽話團們 接下來這一位 我真的以前沒有想到 他跟超跑超有關係的 他自己本身也超級愛車的 超跑女神 晨熙 謝謝 好開了 好開了 第一次看你這麼大聲 對啊 第一次看你那麼有精神 對 很熱情 就已經沒有想到 死氣沉沉的 是的 大小眼 我歡迎來賓永遠都是這麼熱的 沒有就今天而已 你今天就美容的講半句話 我今天看起來活力十足嗎 在那邊 應該才好吧 好啦 夠了 接下來這位就是台灣高人氣的 媒體試車手 Andy老爹 各位 其實今天這一集 這個主題不是隨便找人來聊聊而已 這個晨熙跟六個聽媽團 都是有合格駕照嘛 先聽剛剛講 要有駕照才能上路 這才是安全的 節目最後呢 會有誰可以留住他的駕照 又或是誰的駕照 真的是雞腿換的啦 誰是雞腿換 我們當場要剪掉駕照 剪駕照喔 要剪掉